今天我們要來說說歷史上真實的伯旺坡之戰 三滾爺的伯旺坡之戰是諸葛亮的出山之作 靠著火攻不但把來犯的夏侯頓燒回許多 本來不服諸葛亮的關羽、張飛掩躍諸葛亮的神算 從此服服貼貼的 但正史中諸葛亮還沒出山 也不是夏侯頓來犯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故事得從西元2011年說起 曹操與北方的元少正在關渡對峙 元少為了分散和干擾朝軍 派遣的劉備率變到汝南 與宮都、劉僻等黃金賊將領聯合 對了,這時劉備正寄人一下在元少手下當小弟 他們聚眾數千人擾亂曹操的後方搞事情 曹操為了解決後方的騷亂派了蔡陽來攻 不過蔡陽雜魚嗎? 連遊戲都沒有的角色最後被劉備與宮都所破 9月,關渡之戰結束 曹操消滅了元少的阻力,借出了北方的危機 曹操回到許都騷作休息後 馬上騰出雙手準備征逃了劉備 竟敢趁我打元少時 載我菊花倒鬼,我還不捏爆你 許都距離劉備所在的上菜僅有240例 祭兵一天就可以到達,步兵兩三天 此時劉備將公都頂多數千人 與曹操的精兵猛將相比,十分不堪一擊 劉備以為關渡之戰會打個好幾年 沒想到元少就是個草包,一下就爆了 劉備聽到消息後 先著派了孫淺秘方去聯絡在荊州的劉表 大聲招呼,說 欸!我準備去投靠你囉! 等到曹操真的親自率軍清真時 劉備又是不顧同志情誼 棄公都而不顧,所以也先逃走 公都卻被曹操打爆,一哄而散 公都自此消失在正式的記載中 那麼懷念他 而在三國演義裡 公都被曹軍包圍也被小兒園殺死 不管怎樣,就是被消失了 劉備投奔劉表後 曹操也不再追擊 畢竟劉表佔有金香之地二十年 人才幾幾,臥虎長龍 軍隊最讓也不輸曹操 曹操這時接受巡譽的建議先退兵 準備回北方消滅元少的殘餘勢力後 再回過頭來解決荊州的問題 此後八年,曹操都在打北方的統合戰爭 而此期間 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則很少用兵 在荊州過著美滋滋的日子 西元201年11月 劉備集團從魯南敗走後 依附劉表 劉表親自到郊外迎接 幫劉備開了個Party 還給了他軍隊 讓他屯鞭在星野看好荊州大門 以防曹操的進攻 由於劉備在技能上點滿了魅力 在上抽籍的關羽、張飛、趙雲等一批無依絕倫的精美公仔 打得仁義道德旗幟到處招搖撞騙 喔不,文索李賢下士 一時之間 京鄉一代豪杰投奔劉備的人越來越多 這也引起了劉表的警惕和忌妒 西元202年5月 袁紹憂鬱而死 9月 曹操率軍與袁紹的兩個兒子 袁潭袁上大戰於黎陽 劉表眼看機不可思 曹軍都上前線打仗了 許多空虛 正是北伐的大好機會 於是派遣的劉備 北征曹操 劉表派遣劉備北伐有幾個用意 第一個就是最噁心的理由 為除朝賊 匡富汗室 但實際上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劉表雖然坐鎮今週二十年 但兵權都是地頭色當地的大家族 蔡茂、張允所掌控 劉備的到來正好可以讓他 名正言順的獲得兵權 如果劉備北伐順利 他也有充分的理由 率軍北上刷刷存在感的可以經經驗值 到時候就可以順利收回兵權 那如果北伐失敗呢 那也沒差 劉備這傢伙整天在荊州招搖撞騙 日日已做大 看他去北伐還可以削弱他的軍事實力呢 但劉備也不是笨蛋 你劉表有目的 我劉荒書也有我想要得到的東西 第一,前面說了 劉備賣的是仁義道德 我當初到魯南就是要答應元紹南北夾擊曹操 雖然元紹已經掛了 但他的兒子正在與曹操作戰 我此時出兵也算完成元紹交代的任務 皇叔雖然會遲到 但從不缺席 這樣劉備又可以在民間大刷一波好名聲 第二,藉由一場勝利才是賺取聲望的最快方式 尤其是打曹操這種反派的角色 邪惡值越高 火刷正義度越快 我總不能只是在嘴巴上嗆曹操 而是要來一場肉碰肉對決 贏得老百姓的信任 總之在劉表收益下 劉備一路打到離許都幾160里的夜城 曹操心想 這個煩人的傢伙又來了 趕緊調兵前將 由大將下好蹲 離點魚進出戰 出出部分經歷南下 兩方與伯望坡相遇 剛開始雙方僵持不分勝負 但一天早晨 劉備火燒自己的銀色後撤退 下好蹲劍撞立即派兵追擊 離點畢竟自立比較高勸縮 敵人無故退走 不懷疑一定有埋伏 這裡地形道路狹窄 草木茂密 千萬不能追 下好蹲頭腦簡單 哪聽得下這麼多 他與魚進帥軍追趕 要離點手贏 果然重了埋伏 關羽、張飛、趙雲等突然出現 曹軍被打得大敗 損失慘重 離點劍撞趕緊來接應 劉備就不追擊了 這是劉備用兵以來 第一次有證實記載 他靠計謀挫敗強敵 反正劉備要的目的也都達到了 第一完成夾擊曹操承諾 雖然時間上有點耽誤 但至少還是完成了 第二打敗強敵曹操 賺取聲望 既然首勝都開張了 那就劍好就收 要不然等等曹操主力回防 肯定又要被打成白痴 劉備要藉口兵力不足 敵人很強啊等原因衝衝撤兵 這次北伐就這樣衝衝結束 劉備又很小的代價 得到他想要的 回到荊州後 順劍面擊敗金雄曹操的超級英雄 人力俠 身勢大長 那劉表呢? 風采全都被劉備搶走了 自己什麼也沒得到 從此不在北伐 安心你當荊州王 一直到曹操統一北方 空出雙手打四壁之戰前 這八年間 劉備就在荊州過了他的爽日子 關羽的女兒就在這時間出生 諸葛亮也是這期間加入劉備的 而爽日子沒有過太久 曹操掃平北方後 西元208年9月 曹操清帥大軍南下心眼 也就是日後的長板破之戰 長板破之戰我們之前的影片已經做過了 不過是以趙雲為主角的三國演義版本 下一期我們來聊聊正史上的長板破之戰 和劉備與孫全的關係 聊聊赤壁之戰前荊州複雜的局勢 那我們下期見囉 本期參考的數目就是三國之 影片中的內容都是依照三國之敘述所做 像是劉備在荊州吸引了很多人才來投靠 劉備很嫉妒啊 這...這怎麼可能? 三國演藝的劉備 不是溫文儒雅的暖男 有禮貌的長輩嗎? 當然不是喔 還有劉備在魯南的兵力只有數千人 但是斬殺的蔡陽等 順便一提三國演藝裡的蔡陽戲份很多 還變成關羽與張飛化解誤會的送頭雜魚 最後殘死於關羽刀下 不過三國之是血被劉備幹掉的 我發現劉備裡很多正史處 但是沒有什麼三國演藝處 所以之後都會以正史為主 但會順便一提 演藝裡這段是怎麼寫的 記得訂閱與到我的臉書按讚 掰掰 大家好 我在韓式餐館 看一下這小菜 韓式泡菜配上韓式燒肉 直接打一口飯 鍋店翻的感覺 為什麼韓式泡菜跟韓式燒這麼大 神菜好吃了 等一下外帶來講不然回去 好了 吃飯吃飯啦掰掰 下個午餐 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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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集團